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大家好 很高兴我们今天又可以直播了 然后之前我们的这个线上直播停顿了一阵子 不过我们最近要感激度 好 那在开始之前呢有几件事提醒大家 第一件事就是在直播的过程中呢 我们有一个叫Git的服务 那这个服务可以当作一个聊天室 好 所以请你如果说中间发生了一些问题啊 或者说你听到在讲座进行过程中 你发现有些讲错的啦 或是需要补充的 就请你用这个聊天室 那它操作画面就像这样子 那当然你也可以在过程中跟大家做自我介绍 也是蛮欢迎的 好 这个是Git服务 那你可以用Twitter或是用GitHub的账号登录 好 这是第一件事 那第二件事就是我们会需要一些协助 那讲座是希望可以汇整一些既有的这个 既有的材料 那我一直在整理啦 不过可能还是有些 不是可能有些 一定有一些错误了 所以请你协助刊物 好 那你可以在我们这个贡笔 往下卷可以看到说这个 刊物的方式是这样 就是说你发现我们这个教材 有错误的话 你就把那个连结贴出来 就修改直接修改这个 这个HackMD的第几页啦 然后你可能 又需要一些澄清的啦 或者说你甚至有些 跟一个页面有关的这个技术问题 把它列出来 所以投影片的话就列页嘛 那如果不是投影片的话 你可能就再录一下 就说 一个描述吧 反正就是更新在这个页面上 那这件事是蛮重要的 因为我们希望 这个期的讲座 不只是跟大家分享这些经验 更重要的是从大家 看到大家回馈 那 这一讲完之后呢 我们就差不多要来开始了 所以我先讲一下这个 我们这个讲座的目的 那我们这个讲座 其实还在演化中啦 所以这个 你可以看到说 我们这个讲座 然后左边可以看到我们的目录 那我们原则上 会从探讨ON的架构 ON的这个指令 然后 直接拿一个 呃 开发版 比方说STM 3.2 这样的一个开发版 那当然不是只有限于 这种开发版 可能会多探讨其向 然后呢 再来是 我们的系统 那开发过程中 你就可以更熟悉ON的这个 运作模式 除了ON的运作模式以外 你还会了解 比方说你怎么应用这些指令啊 然后 比方说周边 各式各样的这个 BUS 然后 更重要的是 因为它是一个 呃 这样的一个系统软体 我说像作业系统这样的一个 系统软体 它可以让你 很清楚说 知道你哪天 哪个地方 哪个环节没有搞懂 所以开发作业系统的过程中 你可以了解说 像从IRQ中断 然后 或是Cache 这些议题都会遇到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练习 那当然除了这以外的话 我们会希望说 后续可能加一些 比方说效能分析 最佳化 以及 甚至跟ON有关的这个 处理器的部分 这就是我们未来有规划 所以其实这个系列讲座 应该是一个比较长期的 是比较长期的这个 这个讲座 所以很需要大家的协助 好 那当然我们今天不可能探讨这么多了 所以今天只是来做一个 好 那 因为材料实在太多了 所以请你 如果可以的话 先做预期 好 然后 所以我们 我们这个系列想要探讨什么 就是说 比方说我们来思考一下 我们每天用的手机 其实 我们每天用手机 其实 很多人 每天用 但是真的很难 很难掌握 那 事实上 这几年手机改版速度 真的是非常惊人 你听到 双核 四核 八核 或是这种状况 基本上 这些改变实在非常快 但是 我相信 尤其对这个 电机资讯科系的学生来说 其实 心中 难免会有失落感 很多人是因为有兴趣 会对这个资金产业有高度的热忱 所以选择到这东西来 进修 但你发现一件事 你可能 学习到 PIPELINE 但是 你很难解释说 你手机里面的 按的处理器 PIPELINE到底怎么运作 GPU 你可以当作 是一个很高大上的东西 但是现在GPU不一样 GPU是你每天都会碰到的东西 但是 你跟GPU距离 其实比想象中的很远 它好像就在你的口袋里面 在你的身边 在你每天打开眼睛 那一刻开始就看到GPU 但是 它距离怎么运作 它怎么通讯 它怎么 怎么 怎么 怎么规划 以及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好 然后呢 所以 这个后续呢 我们希望有多一点 这样来看一下 粉丝专页 对 对 这个 你有空的话 顺便按个赞吧 对 你不管按赞或是订阅都可以 那总之就是说 我们会希望把一些活动贴出来 所以我们会有一些相对 像是今天这样的一个 比较针对主题的 这是一种 那当然 除了这以外 可能有一些像是 比方说 有些人会去想要去 比方说去国外看一看 所以我们 我们讲座很多元的 所以就是说 有基础比较一般型的议题 好 然后更明确来说的话 就是说 在我们这个 手机里头的 Aun处理器这个讲座呢 我们希望涵盖哪些部分 就是可能大家知道一件事 Aun的话 它有三 从Cortex系列来说的话 它涵盖三大部分 它有A系列 A系列就是说 像是手机 平板 或者是数位电视 甚至是Aun的伺服器 这种等级 就是说它是一个 强调运算为主的 然后再来是R系列 R系列 即时系统的应用 主要就是用在像LTE的Modern 所以你会看到像LTE 或者甚至包含5G 里面会用到 那当然车子的 车用电子里面也会用到 那M系列的话是针对什么呢 M系列是针对像一些 所谓的Microcontroller 那 这个就很广了 所以像是什么智慧电表 听到的各式各样的IoT装置 都会出现 好 那我们现在刚好遇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 你现在身边用到很多装置 到手机 到云端的伺服器 基本上它是64位元 那Aun也有64位元的版本 我们称为Aun V8 那Aun V8 基本上做了非常多的更动 所以其实 这是一个很 其实很不容易学习的议题 因为你不只要了解硬体架构 你连带的一些软体 其实都会有概念 好 然后呢 因为我个人背景的关系 我会多探讨一些部分 就是比方说 虚拟化 V1 Virtualization Extension 那 我刚刚提过的 就是说 其实 系统管理在这个过程中 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尤其你可以看到说 现在 尤其是Aun V8 很有意思 Aun V8 从Aun V8来讲的话 过去有很多厂商 有跟Aun V8去授权 除了你听过那些像 联发科 高通 这些公司以外 基本上Aun V8的授权公司 其实很广 包含Microsoft 对 没有听错 Microsoft 甚至Aun V8 跟Aun V8去授权 所以基本上他们这些 所谓的云端公司 其实也做了很多调整 所以 你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地方 是硬体的 它的发展过程中 其实硬体会有些像 以目前来讲的话 你可以看到说像 跨抗最新的架构 连巴克最新的架构 基本上都非常像 就是说 尤其在指令集 或是一些设计层面 就非常像 但是有意思的地方 是他们的系统软体 落差就非常大 硬体越来越像 但是系统软体的改变 非常大 那这个Big Little 是按针对这个 又要 又要 降低功耗 又要高效能 做一个取舍 做一个很有趣的设计 那这个设计 在2010年的时候 其实就提出来 那你可能有听过一家公司 叫做Linaro 我以前在Linaro工作 我那时候工作 就跟Big Little有点关系 所以也是因为我个人背景的关系 所以跟大家来多探讨一下 那Big Little这个设计也很有趣 就是说 听起来那很深 但是其实你每天也在用 好 那以及说像Hypervisor Hypervisor 就是主要就针对 比方说你可以搭配Virtualization Extension 去做到说有两个以上的作业系统 可以运作在一个硬体系统之上 然后再来是TE TE TE的话你可能比较少听过 我们快速看一下 TE在讲什么 就是说 因为像安全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手机也不只是在伺服器 其实安全是无所不在的东西 尤其我们现在注意到一件很重要的是IoT 那这个IoT的话基本上在 IoT其实需要很高强度的安全机制 为什么呢 因为以前比方说像手机 或是平板 它坏掉或者有问题的时候 你还可以怎样 你可以由人去操控它 由人去决定我要不要去使用 但是像IoT很麻烦 你根本就不知道IoT到底这些装置到底放在哪边 散步 那甚至它中间发生说升级 你可能也不是很清楚说到底发生什么事 所以遇到这种攻击 或者说它整个知识安全挑战 其实比过往来的大 那TE是什么呢 TE就是希望它是一系列的软体 注意到它不是一套软体 它是一系列软体 那这个一系列软体 它就试图把系统隔离成两个部分 就像你在画面中可以看到的 一个是ReachOS ReachOS像Linux Windows这种通用作业系统 那另外一个是TrustyOS 一些特质的 那特质的作业系统 然后这个特质的作业系统 通常来做一些比较特别的事情 比方说payment 现场支付 比方说我们讲Netflix Netflix的话 通常Netflix跟厂商合作的时候都会有要求一件事 就是Netflix会有些跟payment 线上支付 身份识别 以及追踪 有关的部分会放在TrustyOS 那另外一端 比方说Android系统 或者Linux系统 或者其他作业系统 基本上就是我们称为叫做一个isolated environment 好 那所以TE就是奠定这样的基础结设 过去TE是一个比较高盛的东西 所以可能过去可能是在像Qualcomm 或者是Qualcomm MediaTek 这种做最源头技术开发的公司 或者是一些少数的一些技术提供商才会有 但现在很不一样的地方是Linaro 刚刚提到的Linaro 现在也跟很多厂商合作 我觉得我们今天来探讨这些议题很有趣 因为我们刚才看到这些议题 就是说这些系统软体 以前过去这些系统软体是很神老的 但是现在至少在今年 这些软体基本上它都是开源的 而且有文件也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所以这个是对我们来讲学习是非常好的事情 然后再来是我希望说 我们在这个系列讲座 希望能够回归本质 因为听到一堆词汇 像我刚才讲到那个词汇叫IoT 其实我们平台就很不踏实 所以还是叫他迁路士好了 不过每年总是需要一些东西 像案的技术上就说了 其实大家都要对出一些新梗 其实本质上它就是Embedding 可能一些概念上重新包装 或是一些应用情境在做一些调整 好那在探讨细节之前我想跟大家分享几件事 就是说我今年做一些 学生还有一些很常上课做的部分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针对IoT 对 没错 又要讲这个Buzzboard 所以就说我们今天要做一件事 就是我们今天在成大 我们想要做一件事就是 不是想啊 正在做 正在做一件事就是 针对这种物联网 物联网啊 这种应用的 我们想要设计一个可以强化系统强度的一个 一个Hypervisor 所以它本上是一个Hypervisor for IoT 那其实这东西已经做了 你可以在Google上可以找到一些文件 那它的这个文件不多啦 但是就是说它的开发大概从2012年开始 那也开始在14年的时候 有美国一家公司拿来采用 那因为这个成功的经验 所以在去年开始 我们就重新设计一个新的这个 Hypervisor 它是一个特质的作业系统 然后在今年2月的时候 是世界最大的开源的这个研讨会 发表这个成果 然后在我们今年的话就是 今年我指导的学生就是 我们要希望把这个过去的成果 做进一步的改善 所以我们希望可以发展更高效率的 然后更高效率 然后稳定的一个 安全的Hypervisor 那这个研究我们还在继续 反正总之最后的东西是 会把它开演出来 那在这之前 那2012年的时候呢 我以前的同事 我以前在OpenMoco 我以前在OpenMoco 也许有人听过这个词 这家公司 我以前在这边工作 它是全世界第一个开放原始码的 智慧型手机的专案 以Android出现还早 所以我以前在OpenMoco 我以前在OpenMoco同事 那后来去按工作 那他在15年的时候跟我联络 希望说我在学校找一些学生 Android在最近发布5.4版 那做了很多改进 那其中在安全部分有做一些调整 那它底层有一个Hypervisor 叫做Microvisor 所以我们合作了大概快一年吧 然后有些贡献也已经整合到Microvisor里面 那不过中间我们发现一些问题 就是说原本 Embed里面的Microvisor 其实蛮受限的 受限一体很多 技术在商业上有些限制 总之就是说 我们就决定要启动一个新的专案 就是刚才提到的项目 所以最终呢 我们这个做完之后 会把它开营出来 然后是以这个BSD License的风格去发布的 那相对比较松散 可能是BSD License 或是Apache License 我们现在还没有定案 那开发Hypervisor的时候 其实会有一些有趣的事情 其实你会需要 你要去验证Hypervisor 最早英国剑桥大学发展的Zen 它其实在发尚人的关系中 有一个Minion OS 那我们基本上也会开发一个 小型的作业系统 我们称为叫Pico 那这个Pico呢 它运作起来 就是它的设计非常小 它是一个很小的 很小的作业系统 那它可以执行在我们的Hypervisor上面 那它运作的画面有点像 像你在 运作起来就像这样 就是如果你有看过Linux 然后它有什么 有这个Device File 那你也可以用MemorMac 然后去存取这些周边 所以这个东西很小 而且它的核心程式码 就只有1500行 那里面你可以更换它的Schedule设计 然后有Virtual Fire System 然后Tambly Bass 这种Schedule Fire System 那我们称为叫PicoRT 它是一个小型的Linux 那最关键地方是说 它还能做其它应用以新 然后所以它也是以 ESDI的方式去发布的 那除了这以外的话就是 在去年 去年的话就是Airbus 就是那个 Airbus就是欧洲最大的 欧洲最大的民营飞机制造商 跟我联络 那这一家公司非常大 它是 它其实是 德国法国 这些公司的这个 政府跟民间 共有出资创立的 那它除了是 欧洲最大的这个 民航飞机公司以外 它也是欧洲 也是欧洲最大的军火商工艺商 那它去年跟我联络 是希望可以设计一个 Hypervisor 那他们 之所以跟我联络的因素 是因为我在14年 14年发表一个开云专 发表在Linux Foundation上 叫做RT Max 那就是我们在2014年 发表这个RT Max 然后去年这个 Airbus注意到这个专案 所以我们会 针对这部分去 去调整 那这个地方就比较高阶了 那当然它的这个 要求比较高 而且你要知道 Airbus是比较 所以很多东西我就不能讲 好 所以讲到目前为止 就是少数可能能够讲的地方 对对对对 好公开资讯 那今年会把它重写 其实去年就写了 只是 只是这种东西的 希望可以 让Linux的RT Max 能力可以达到更好的一个效率 那它里面用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技巧 就是说 它 它大幅的缩减 那个context 的操作 那我们知道 context switch 会带来额外的一些 那个latency 那所以我们现在使用 这个on的virtualization extension 所以基本上你在cortex A7 A15 这系列的硬体 就可以用到 所以它可以 比方说我在 一个特制的 一个realtime domain 在切换的时候 它不需要做 太多convist switch 基本上convist switch 还是要做的 但是可以大幅缩减 所以 这希望你可以在今年发表 好 好 那当然关于RT Max的一些议题的话 欢迎跟我讨论 因为我能够讲究这些而已 好 那所以我们来从这个 我们今天目标是讲 就是我们今天目标是来 呃 来看一下on的这个架构 然后 呃 快速看一下一些历史典故 因为基本上在 呃 电脑科学的发展过程中 有非常多 伟大的进展 就是可能是少数的几个人 他创造伟大的进展 然后 让我们 我们这些资金技术 可以 不只实现 而且可以普及化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比方说我们讲那个 Apro Apro 11号 就是登陆月球 上面有那个阿姆斯壮 就是我的一小 阿姆斯壮来讲的话 他当时那个整个 整个登月的系统 登月的机具 他的基本上他的那个 机体是非常小 如果我们也记错的话 应该是24KB而已 是非常 非常受限的一个环境 但是你可以看到说 这样的系统呢 他可以 他可以运作 所以 就是他的那个 优色部分就24K 那整个系统 然后那个 作业系统本身 那我们叫monitor的部分 大概是12K 所以 这个资源是非常受限的 但是你可以看到说 人类做了非常多的努力 不然说 新的半导体制程 各式各样的感测器 那这些东西在我们经历 都有更好的发挥 所以你可以用非常低的价格 然后做到非常精彩的事情 然后我们讲到那个Apro11号 其实我们就要讲到那个1960代 一个非常重要的作业 叫CTSS 那CTSS的前 他是在Project Mac Project Mac就是 基本上就是这个 美国 就是受到这个苏联的影响 因为我们都知道1957年 1957年 苏联发射一个 人类第一个人造卫星 注意到人类第一个人造卫星 不是美国发展的 是苏联 那苏联发展的 人造卫星叫 Spanic Spanic One 那Spanic One 他是人类第一个人造卫星 他对美国带来几大的震撼 因为你就想像 美国跟苏联当时是第一人 然后他们头上绕心一圈 美国是在从20世纪以来 从来没有被人入侵过 他是少数没有被入侵过的国家 但是问题是Spanic One 对美国非常大的影响 所以导致当时的政治环境做了很多改变 所以当时有一个很重要的计划 叫Project Make 简单就是说 投入极大的资本 让美国的竞赛里面可以称霸 所以在太空境内称霸的话 基本上需要非常多的操作 从软体硬体 你想到都有 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说 太空工业基本上就是科技的火车头 总之这个Project Make 可能也导致MIT CSI Lab的出现 所以CTSS带动了什么 带动了Martix CTSS是1961年 Martix是1965年 Martix虽然可能还被延续了 所以像UNIS 1969年开始发展的UNIS 基本上这样 基本上就是一直持续影响到我们现在 好 所以这个CTSS的作者 就是这个Robot Phenol Robot Phenol在去年过世 他对人类影响非常大 所以这55年前的人类结晶 他运作在小小32k里面 但是你要知道 当时那个处理器就是有个什么 有保护模式 所以注意到 所以以前的CTSS有保护模式的一个核心 那它里面可以处理管理 甚至在里面有什么 Martilevel Feedback Queue 这件事非常重要 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小的排程器 它不是只是一个1G优先权 事实上有分成不同的Martilevel Feedback Queue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到说 我们今天讲的动态排程 想定的是这样一个动态排程的作为系统 基本上在55年前就出现了 好 然后呢 我们在讲ON之前 我们要讲一些相关的发展 我希望大家有一个认知 就是说我们今天ON的指令集 或者说去ON 看ON有多少Operation Mode去学习 其实要从需求面去看 因为科技始终是来协助人们解决各式各样的问题 所以其实我们要了解人类需求 不是盲目的学习技术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在去年 去年发表的 去年发布世界500强的超级电脑 中国发展的这个叫12高的 好 那不过它有些历史因素你就自己看看 那你说这些超级电脑为什么要发展 你不觉得很有趣吧 超级电脑之所以发展其实有很多用途 比方说我们来想一下 比方说像1997年 那个铁达尼号 那个就是那个Jack跟Ross的马路 就是那个铁达尼号 那这个铁达尼号呢 基本上它是用这个做很多特效 所以铁达尼号做创造很多人类的这个奇迹 那铁达尼号为了要拍摄 事实上解一半就是一艘船 然后只做其中一半 那另外一半就是用电脑合成起来 那这个这家公司 这家公司叫就是负责做特资的公司 Digital Domain 这家公司做了很多很多有趣的事情 但是这个运算量非常大 就是挑战人类视觉的那个极限 那这个其实当时用的要什么 160台Alpha工作站 然后然后呢 算当时呢 人们偏好用Unis 或是用Windows 或者Head Linux 然后呢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决策 因为事实上后来很多公司 很多推销公司 或是像那个梦工厂 租谁这种公司 希望它就在 在上个时机末就就开始用Linus 好 这是你可以看到高速运算的一个应用 那当然最近还有 比较新的一些应用像什么 像是自动驾驶 自动驾驶 自动驾驶需要非常大量的影像处理 人工智慧 逐游实验中操作 这边有一篇报道进行支援去看 好 那再来是什么呢 甚至你会看到说 好对 这是在去年发表的 就是1000核的这个处理器 那你就想要1000核 然后每个核呢 是1.8GHz 那每个核可以决定什么时候要开 什么时候要关 其实这件事其实有点像人类大脑 人类大脑有非常多这个神经突出 还有非常多大小不易的单元组成 所以这件事很有趣的地方是 它其实在模拟就是人的行为 那所以它透过这1000核 基本上它可以处理非常巨量的 就是达到非常高量的这个运算能力 那所以有机会比目前的这个 比基金电脑的省定100倍 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件事 G7 ON 也在朝这个地方发展 就是说不管intel 架构 构构也在朝这个地方发展 所以其实我们在学习ON的技术之前 真的要认真群想 这些第一个什么技术的进展 然后第二个什么需求面 那当然你还是会好奇 奇怪 为什么要这些国家要发展 这个超级电脑 那中国比较特别 因为中国做很多事 你很难理解 中国跟北韩这两个国家做事 都很难理解 但是去年做一个很好的简报 跟你讲说像FPGA FPGA基本上用在哪里 像是资料搜寻影像处理 尤其是影像处理 像我们都知道台湾的高速公路 在几年前替换成 就是把收费源的机制取消掉 所以改成什么呢 改成这个用e-tag 用e-tag 那用e-tag之后呢 基本上有个大问题是什么 就是不是每台车都用e-tag 或者不是每台车都乖乖的把e-tag 就是要去抓那些没有乖乖开车的驾驶 所以实际上影像处理其实很关键 你要去抓什么 抓谁潮数之类的 那这个其实需要很大量的运算 而且要回应非常快 所以FPGA基本上有这样的应用 再来是金融 金融模型 那甚至更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更有趣的地方是 全世界有前500大的超级电脑 然后大概怎样 有百分之十是金融单位使用 所以注意到 为什么HPC领域呢 金融模型它不是为了要展现自己国力的多强 不是要展现 像那个金小胖可以展现说 什么北韩可以登陆太阳这种东西 不是啦 其实它有很真实的应用 百分之十是金融应用 而且主要是用在避险基金 这个东西有个东西叫高频交易 请你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 所以我希望大家知道 其实这就是人类的发展 它是一个刚需 就是它的需求是非常迫切的 然后更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你可能RTMX 刚刚讲的Airbus 跟我们的合作也是这样 也是为了要LeoTimes System 所以以前很多人都觉得 LeoTimes System跟嵌路士有关 其实不是 在股票金融市场也有 所以你可以看到像Rehat Rehat 这几年投资很大量的资本 在LeoTimes Linus 以及云端的一方 所以有兴趣可以查一下 什么LeoTimes KVN 你可以找到相关的资料 而且很多东西都已经有录影 所以总之我希望大家知道一件事就是 基本上很多技术都是 不是单一的 不是单一面向 不是ARM MIPS Intel 不是这么单纯 就是它的需求面 当然最近的新闻也是很精彩的 我们可以看到说 Intel最近花了150亿 买下自动驾驶的最顶尖的公司 就是MobileEye MobileEye在全世界这个领域占了70%的市占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其实为什么一定要理由 跟我们跨面中看到这些理由 其实很像 就是运算 所以 这些处理器从来不是 只是一个基础工业商而已 它最重要的是说 我能够用什么规模 什么样的时间 什么样的代价 或是让你降低你的成本 去解决各式各样的问题 这些很重要 这些事情 请你把这个 刚需 认真看一下 那如果说你对这个高频交易有兴趣的话 这边有帮大家列一下 尤其这一个 一定要来看一下 好 那我们终于可以来 来讲技术了 我们刚才讲故事讲多久 诶 刚好讲了半小时的技术 不是 讲了半小时的故事 终于来讲 讲一些真相 好 那我们今天会探讨一份投影片 这投影片有点长 这投影片大概是一百 一百五十页以上 不过也不要那么恐慌了 毕竟 毕竟很多东西是当都是参考资料 然后 因为个人被你爸直接讲 那 但是我会列一些参考资料 就是一些 查得到的资料 我就尽可能把它列出来 所以这是我在做的事情 然后 呃 要编修像这样的一个教材 其实蛮花时间的 所以希望 呃 希望各位可以给我一些回馈 比如说 即便是看不懂也好 看不懂表示我一定是我做不好 像这样的问题要先回报 那 回报方案就像前面讲的 你就在共评上面做编辑 那标一下 这样可以调整 好 那所以我们想要探讨几个部分 就是说 昂的这个公司 昂的架构 到底是怎么发展 那以及说 这发展过程中呢 其实有哪些因素 要去考虑到 尤其是以IC设计 制成 以及就是说 21世纪整个生态的改变 以前 除以IC设计 卖个几万颗 其实蛮厉害的 但是你可以看到说 现在除以IC 已经很不一样了 除以IC要卖 就是要卖上 上亿颗 上亿 所以这是一个很理好 就是我的前东家 我的前东家叫做 叫做Andis Technology 那可能有人知道 就是金星科技 那金星科技呢 在最近 宣布上市 就是 太不容易了 天哪 吓死我了 这太感人了 不是吓死我了 好 这个金星科技 在2005年 成立在哪里呢 新竹科学园区的西岛中心 那我 这个计划称为叫 台湾星 那这台湾星就是要发 那事实上呢 不是只有一家公司 在发展台湾星 事实上 那个Sunplus也有 不过只是 嗯 金星科技 一直坚持下去 那它主要的 主要的业务 它主要业务就是 涉及CPU 所以提供CPU的这个相关的技术 所以 嗯 我们称为叫IP IP就是叫智慧财产 Intellature Property 就是智慧财产 那 金星科技 的股票的这个股的食物 然后由蔡明杰先生担任董事长 然后 呃 所以 像这个 像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技术呢 就是在做处理器 那我刚才讲过的 就是说 三四十年处理器 可能卖个几万克 其实算不错了 那你以金星来讲话呢 一直到 前年 才有赚 赚钱的迹象 一直到 然后去年开始有赚钱 那开始有赚钱 你就已经卖了上一颗了 我不能跟你讲确切数值 但是这个数值绝对超过 觉得非常近的事情 就是说 一家公司要赚钱 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尤其做CPU 它的量就要充得非常大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一家公司 尤其做CPU的 这种公司必须要把这个东西 就是它的极度标准 其实非常高 好 那 恭喜金星科技终于上市了 好 那 拉回来 所以我们来继续看 所以这过程中 其实你要非常了解产业生态 否则你只是盲目追求技术 很多时候你会迷失 然后再次我们会去探讨说 UNR的这个 Persession Family 这个是非常关键 因为UNR的技术 其实它非常全面 它其实从很低阶的到很高阶的 其实都涵盖 甚至你可能有听过 UNR其实有在轻蚀 intel在伺服器的市场 其实其实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从那种耳机啊 像那个 像 iPad 去年Apple不是发表一个很潮的iPad 不是iPad 那个什么 就是 那个 Apple的耳机 反正我也不知道那什么鬼啊 就是anime 就是一个扎实 就是它里面有按的处理器 而且又是用很神奇的东西在里面 好 那所以从很小的东西到很大的 就像那种伺服器 非常大规模的那种资料中心 基本上都有按的存在 好 所以基本上我们学习UNR的技术的时候 其实这是很重要的 千万不能把它当作微处理器 嗯 因为那是25年前 我今天在今天 其实要把这东西区别开来 那当然 我们不太可能在今天探盖这些 就是让大家知道说 有哪些资料你可以去看 好 那我们再未来会去 好 所以来看一下UNR的技术的演化 好 那UNR它是一家英国公司 那我 我对英国公司都会有一种 比较特别的感情嘛 好 我觉得英国公司做事真的很不一样 跟美国公司真的很不一样 那我觉得 尤其像我刚才前面讲过 我跟 跟那个 UNR合作 N倍的 那更早之前 我有跟UNR也有做过类似的合作 所以 我对UNR资料公司还算蛮熟悉 不是用到过产品而已 我不是只是当个客户 我是当个合作厂商 所以 有趣的东西也做得非常非常好 那当然它没有办法像那个 像美国的科技公司那么juicy juicy就是anyway就是你干嘛 就是随便估值都是那种 很近人的数字嘛 像那个好久好久好久以前 我已经忘记那是什么时候 WhatsApp 所以这样看 你看WhatsApp 卖给Facebook那个价格实在是太狂了 狂到我都不敢去记下来 我们看一下 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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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了多少亿呢 我已经忘记了 收购 好来偷看一下 卖了多少亿呢 卖了190亿美元 你要知道190亿是什么概念 190亿美元是 最后是218亿 太狂了 218亿是什么概念 218亿就是 基本上你就可以想到 它就是一家联發客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惊人的事情 就是说 这是美国 就是西谷风格 就是把一家公司估值搞得很大 那类似的态度 什么Uber之类的 那是美式风格 但是我觉得我喜欢英文大师子 影响力还是很大 而且他们是很确定才去做 对啊 所以有时候上课呢 我真的也不知道怎么跟学生讲 你看像WhatsApp 这种东西 它不就是一个约炮软体吗 所以一个约炮软体 它的估值竟然比 扎扎实实做事的联发科 还来得大 或是相当 我觉得有点奇怪 对不对 所以你要叫学生说 扎扎实实做系统软体 做CPU 其实蛮困难的 好像做约炮软体 比较有搞 没有 既然讲到这个故事了 所以真的 如果说 听众 有一些是 听众朋友 如果你是大学老师 请跟我分享一下 遇到这种状况 你要怎么教学生 对不对 我做一个约炮软体 做个几年 它估值可以估到这么大 联帕克做了19年 扎扎实实 对不对 然后三不时的跟人家说 哎呦 联帕克摸路要倒了 这个充满危机 这个要怎么去做 好 那总之呢 就是说英国 基本上扎扎实实做事 好 昂这家公司其实呢 它的命运多船 基本上它的过程变动很大 所以它造就了一些很特别的营运模式 也是全世界很多公司没办法跟它相比较的 好 那总之在2014年的时候 全世界有超过500亿的昂的装置被制造 被发布到世界各地 好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过程中 这过程中发生什么事啊 那如果我们更确切来看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更细致的地方 那你可以发现一个很有趣的地方是什么 就是说 昂这家公司在1990年代 1990年代初期被创立 那但是在这个世纪 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巨大改变不只是那500亿 超过500亿的量 而且很多技术发展 反正这个点 反正每个点就表示新的架构 跟它对应的诗作 好 那你可以看到过去呢 那个时代演变没那么快 所以你看Cortex A8 注意到这边A8到A9呢 基本上它花了相对长的时间 A8是2005提出 A9在2009年 差了4年 可是呢 A15就在隔年 基本上它的间隔都变得非常短 那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针对高效能的部分 对微初以期也是有类似的状况 就是说它间隔越来越短 尤其是在前两年 前两年真的太有趣了 前两年就是你看到说 六十四维员的东西 以前我都还觉得很遥远 但是从那个iPhone iPhone在 在几年前呢 不知不觉过好快 四年前 四年前 Apple宣布怎样 宣布推出世界上第一个 六十四维员A1处理器 内建下来后面的三年 非常的狂 整个市场做了很大的变化 然后整个A1的生态也做了很不一样的事情 好那这边呢我们要讲到一些相关的公司 除A1以外呢 有一家公司叫Linaro 刚才提到 Linaro注意到它是一家公司 注意到它不是基金会 它是一家公司 但是这家公司的目的不是在盈利 那它基本上它是来创造A1的生态系统 所以不要搞错了 那个我们讲树莓派 Respot派 它是一个什么Foundation 但是零出A1的客户 然后或者说由相关的生态 把这个东西把这个市场做大 然后它相关的成果就把它开源出来 这件事很重要 那当然你会好奇说开源怎么赚钱 那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查一下 我在交代原本的课 叫做 可以把关键字抄一下 叫做FOSAPC FOSAPC 叫自由开源软体协作 那就是有提到一些像是一些 获利模式跟开源的生态系统 好那总之呢 开源跟呼吸一样自然的存在 所以不需要特别探讨 总之呢开放原始码的软体 尤其系统软体 让整个昂的生态角 获得巨大的一个转变 然后更有趣的地方是什么 昂的以昂为主的伺服器 真的在运作 所以像Facebook 像Google 都投入极大的资本去做 好 昂的生态很特别 昂的生态呢 基本上它会跟很多公司有非常密切的合作 所以我们今天要看几个部分 比方说什么呢 像这个 像是我们要看像TSMC 台积电 Global Foundry Global Foundry的中文叫什么 叫做格罗方格 总之就是说这样的意思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半导体 半导体厂 智障 那它本质上它不做设计 那这是一个阶段 所以说晶月厂 那第二层起的地方是什么 第二层起是说 有些晶片的设计商 它自己设计自己制造 所以像Intel Qualcomm在去年买下NXP NXP自己有经元厂 所以如果Qualcomm对NXP的收购完成的话 Qualcomm也是属于第二种类型 就是有自己经元厂的设计公司 那当然有些公司像联发科 它没有自己的经元厂 但是专程做设计 那这种公司很多 Apple、IBM、MD EDIATEG也是 那值得一提的地方是什么呢 Global Foundry Global Foundry剩了一阵子 那在今年冲返农药 所以我们非常期待 这个月的MD的新的处理器 所以我们要多多支援MD 但是你看到有一个生态车厂的孤独 你看上面都可以列出一堆厂商 但是呢 这边就非常特别 以处理器为主要智慧产群的公司不多 像我刚才提到的 全世界已经生涯美几家公司了 全世界独立的 就是说自己没有做制造 然后呢 它也不是设计精品 而生涯美几家的 像我刚才提到的金星科技 跟我们现在提到 基本上是少数世界上五只手指头 少数数得出来的公司 只有美几家 这个生态很特别 好 那 所以大家如果说在校的学生 也可以考虑一下金星科技 你做的东西跟MD是一样伟大的 没有觉得很感动 好 接着我们来看就是说呢 这过程中呢 它有非常多世代的变化 所以你会看到那些关键字 会看到琳琅满路 这个是很正常的 我们来看一下MD的历史发展 为什么ON有这么特别的生态系统 其实很有趣 就是因为ON过去遇到很大的危机 那真的是命运多船 非常艰辛的公司 那事实上ON的整个设计 其实在1983年 不要怀疑 1983年就提出来 对 我年纪还比他大 好 所以这个东西很好玩 它最早是在什么 ACOM Computer 那ACOM Computer是什么公司 它也是一个英国公司 然后它主要的业务是供应BPC 英国的广播公司 对 英国广播公司 我们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说在80年代 基本上那时候的分工没有分得那么细 事实上像柯达 就是伊斯曼柯达那个宣布破产的公司 就是以前宣布破产公司叫伊斯曼柯达 那事实上柯达来讲很有趣 柯达相机做得很厉害 所以事实上 柯达需要很大量的运算 所以事实上柯达呢 处理器自己做 作业系统自己做 那当然产品也是自己做 所以这个 从处理器作业系统 然后 当便宜器自己做 一路通包 那这种公司是在80年代 其实很常见 不然BPC也是 BPC当时他们的整个电台设备 整个广播公司的设备 很多都是定制的 所以比方说他委托给ACON Computer去制造 所以赚钱可以营运的公司 但是后来整个生态做很大改变 所以ACON Computer他遇到财务困难 那遇到财务困难 大家都知道 遇到财务困难的话就要去缩减 那缩减的话就是 把一些业务拆出来 所以事实上 ARN这家公司 其实是被丢出来的公司 那ARN这家公司就被丢出来 那他有几个主要的股东 原本他的母公司ACON Computer 然后再来是Apple Computer 所以不要欢迎就是Apple 是苹果电脑 后来改名叫Apple 然后把合作厂商VSI VSI Technology 所以事实上 在他们创立的时候 其中非常艰辛 所以他在1990创立的时候就是这样 他其实是不赚钱 没有搞头的生意 被分出来当一家新公司 而且还是Apple拉了一把 那Apple非常挺这家公司 所以你可以看到Apple 早期有个产品叫Newton 就是牛顿 Apple Newton 它是一个PDA 可能都不知道 它其实PDA就是那种 不能上网的手机 不能上网的智慧型手机 但它可以做很多事 它可以电子书之类的 你把他想Kindle比较适合 不过它比Kindle 厉害很多 这个东西可以传真的 超嗨的 所以有时候你看那些 比较古老的那些影片 20年前的影片 你就会看到 那个帅气的男主角 就拿出一个PDA 就是你掌上的装置 然后可以写字 Facts to somebody 那个就传真出去了 超嗨的 在Digial回去Apple之後 就把这个东西砍掉 那总之 Aung这家公司 它其实是这样 圈名叫什么 Advanced Risk Machine 这家公司的命运多么惨呢 我来给大家欣赏一下 这就是Aung的总部 1990年总部 你会觉得这个画面有点关系 这是哪里 这是马舅 对不要怀疑 马舅 马舅就是 里面就是马 所以不是穿建国中学的马 真的会跳 会叫那马 所以这个Made就有创业 超嗨的 所以就知道 当时有多大困难 而且当时设计CPU的人 就只有四个人 在马舅创业 其实我不知道 我现在要发挥想象力 不过现在Aung不太一样了 现在今天的Aung就很漂亮 那你如果有机会去看 在剑桥很漂亮 而且孙正义拿砸了大钱去买一下Aung 之后应该会更漂亮 我一阵子没有去剑桥那边 那今天Aung很不一样 今天Aung就完全是不同的事情 它对世界的影响力 非常令吉的部分 所以你要知道Aung这家公司很特别 Aung这家公司 为什么会走向IP授权 有个很大的前提是什么 就是因为没钱 你看 如果你要有金元厂 像台积电 Google Fund 或是早期的MD 要有金元厂要非常大量资本 你要跟银行借得到钱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个是什么呢 如果说你要像开连卡各种公司 IC设计公司 你需要能力是更多的 你要做非常多事情 Aung其实是迫于无奈 才变成IP公司 因为有钱的话 你去盖金融场 相对比较没钱 你可能做设计 然后委托给其他人去制造 最没钱的就像Aung 我设计出来 我也不能制造 我也不能卖 但是我把我的智慧产典权 分享给你 所以它是一个互利共融的模式 这个模式很特别 它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互利模式 所以特别讲 它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互利模式 但很多是不同的 因为Aung跟他的客户互利共融 所以事实上我们讲ISAR的时候很难讲 ISAR是Instructing State Architecture 我们讲这个指令集 其实在Aung的生态实在太特别了 因为它跟客户互利共能 所以客户有什么需求 Aung就要做什么调整 那早期Aung的客户 你也很难想象 其实比较早期Aung的客户是像那种 游戏机 不是那很厉害的游戏机 就是很帮便宜的东西 是早期Aung的客户 后来陆续有像是手机那种客户出现 所以其实早期的需求很拨远 游戏的啦 游戏机 然后有用在这个手机 就注册这种装置 它有个动统点就是它的便宜很大 所以事实上 整个我们讲ISAR的时候很麻烦 因为考量点不太 就是非常多元 那我帮大家收敛一下 注意到就是 就是 其中某个观点 事实上Aung要做的事非常多 那简单说 第一个就是什么 就是如何去提升运算能力 那运算能力的话就是说像 比方说多媒体啦 网路这种需要更多的运算能力能够达到 第二个是什么Colesize Aung对Colesize有一种偏执 所以如果说你学过MIPS 基本上只要奠基资工系的学生 应该都学过了 就是说这个MIPS的 那叫什么科 计算机组织结构 这种种效 那你觉得基本上都学过MIPS 那MIPS跟Aung有个本质上很大差异 Aung它第一天就是干嘛 就在做生意 而且是母公司不一样的生意 那还好Apple把它捡起来 那所以基本上它的第一天它就是做生意 而且它要满足客户 所以它花了很大力气去做Colesize的调整 Aung已经到偏执的境界 那再来一个部分是安全 安全其实Aung大概在十几年前就做了 但是做法陆续有些差异 那比方说你可能有听过一个 一个我们刚刚讲过东西的 像T安全 那我们要知道一件事安全不是一个产品 安全是一个 它不是一个product 它是一个process 它是一个流程 一个程序 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 那某一个环节可能出问题 可能就破功了 所以不是只有指定几层几 事实上 其实像作业系统 不然说上面应用程序都要做 好 那继续探讨下去 那Aung的话呢 基本上有这个 到目前为止的话 最新的话 Aung V8也是个家族 所以其实它有更细的版本 比方说你去Google搜寻的话 Aung V8 Aung V8 其实它最新是Aung V8 它8后面还有数字 比方说有8.2 所以就说Aung V8是个大的家族 但实际上它有一些比较细致的指定 指定级更新 比方说8.1 8.2 都是更新 这是在这几年一些很不同的地方 那V Isa的版本 注意到 这边V是表示Isa版本 所以 它有八个世代 第一版 Isa 第二版 第三版 然后一直到现在第八版 其中第八版里面又分什么 8.1 8.2 可能有 还有8.3 之类这样继续 然后我们要再来一件事 我们刚才 刚才为什么要讲历史呢 所以说你头脑也比较错乱一点 我们节目讲过 Aung它是从1983开始 然后1990独立变成一家公司 所以你今天看到以Aung这家公司 做处理器技术的公司 其实它是从什么开始呢 它的Isa版本是从V3开始 注意到 所以你看真正在卖 真正在市场上流通的是Aung V3开始 所以刚才讲到我们讲牛顿 牛顿那个PDA 它其实是Aung V3 所以这很有趣 就是说 这家公司第一个产品 就是第三代的东西 所以听起来 听起来很有趣 那V1和V2呢 基本上它是什么 它是在80年代发展的 而且它已经什么 专利已经过期了 所以呢 我们要知道一件事 那你智慧产能学 就是需要很多专利 那所以呢 事实上呢 你去仿制一个Aung的这个 处理器呢 有可能会吃上官司 那其实台湾有非常多研究机构 在做这件事 帮我们台湾的成功大学 我们台湾成功大学的这个 呃 陈大电机的 陈中和教授 陈中和教授 陈中和教授他在十年前 带领学生做了一个很厉害的一个 一个研究 做得很好 他就是 几乎是完完全全 完完全全 这方是这个东西没办法商业化 为什么 因为 太多专利的这个 地雷在那边 所以我们要再来介绍啊 Aung的这个专利非常的广 所以指令集有专利 Bus有专利 反正想不到基方楼的专利 当然是早期的东西 像V1 V2已经过期了 所以事实上呢 有个open source的专 你有兴趣的话可以研究一下 我叫Aung A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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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刷去Decor 或是它的Proficant去Delay 到底發生什麼事 如果說你很在意那種高效能預算 或者你設計Real Time System 你對每個環節要非常在意 其實有時候你會需要知道怎麼去設計 所以這個議題 好,那接下來我們再繼續看下去 所以ON最早是30位元 但是在前幾年擴展成30位元 然後這幾年變成64位元 但是我們還是從30位開始講 那本質上來說的話 它的設計是16個 就是我講30位元版本 30位元版本的話 它有16個30位元的暫存器 好,這個東西有點有趣啦 對,如果你對照MIPS MIPS的30位元版本的話 它是有32個通用暫存器 我們稱為GPR 通用暫存器 但是ON它是30位元的架構 為什麼它Context Switch的成本 我們要知道這件事就是說 Context Switch的成本基本上 不容小趣,這東西要特別注意 這東西不容小趣啦 不只是執行序跟執行序之間切換 或者是行程跟行程之間切換 或是IRQ的切換 基本上這個都是有一定的代價 尤其你今天如果是設計海拖擺設 像我跟前面講的 我們今年在城大做了一個研究 就是海拖擺設 那我們花很多心思去思考 說怎麼去降低這個 Context Switch的成本 這個是一個非常大的 講講就探氣了 好難喔,很久沒睡覺了 所以ON的做法是這樣 它犧牲了好幾組GPR 看到MIPS它有32組 但是ON只有16組 所以一半被犧牲掉 但是相對來講 Context Switch的代價就低 這是取捨,沒有哪個都比較好 當然這樣有一個很致命的缺點是什麼 編輯器很難行 對,所以ON能夠用的戰略器不多了 你看,MIPS32版本有30個可以用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用的時候比較沒壓力 但是ON的一天到晚 有幾個東西已經被用掉了 比方說一下,有東西有StakeHunt NingRegister,PC 這個都被用掉了 所以你能夠用三次去剩下這些 更慘了,有些還是保留的 所以這事實上是一個 對編輯器比較大的挑戰 所以你看 光從這個畫面就知道 ON和MIPS的設計量不同 ON的設計不是為了以外 這是其中一個妥協 然後如果我們來認真看一下 就是說這個過程中 我剛才提過了 有幾個面向 第一個是什麼 運算 第二個是什麼 第二個是cosize 除了cosize以外 甚至ON在設計過程中 還是為了做什麼 還能夠去執行JAR-by-code 你會覺得 這東西都 怎麼會設計一個CPU 來執行JAR-by-code 你可不可以忘記這東西了對不對 你要知道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手機 手機真的是 你看看手機像這種東西 我現在還在用這種手機 自己的小孩是比較有感情 像Android手機我都不知道 你看Android手機有那個誠實版的很驚人 你看 如果Android手機的Source code 是1億行 其實比這個數字還大 如果它的Source code是1億行 你看1億的百萬分之一 也就1ppm是多少 就是100行 所以你看 你要對Android系統的貢獻 100行其實算不錯了 算你已經做得很厲害了 可是你貢獻100行 你貢獻1000行 那更厲害了對不對 你貢獻1000行 要被Google採納 在全世界上億台裝置用的東西對不對 那才10ppm 其實其實蠻悲哀的 所以就是說 其實早期 Android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它是要用到很多不同環境的 所以早期甚至JAR-by-code 在Android指令 有特別去加速JAR-by-code的執行 不過現在你可以忘記這種環境了 因為我們現在都用Android 用iPhone 另外一個東西是什麼 就是Security 但是前兩個可以稍微講一下 來我看一下發展 注意到這張圖 有沒有看到右下角 右下角是什麼 右下角是2014 注意到 我們剛剛講過 前三年 從2014年 這個世界發展巨大的變革 就是前面講過的 64萬元的處理器 變成手機裡面的入門 就是手機的必備 世界翻天覆地的轉變 所以 因為這改變實在太多了 所以我們在2014年之後 還會再繼續探討 這個時間走 先來看一下之前 Android從1990創立到1995 裡面有個很重要的產品 叫做710 710它對應的硬體的 ISR的版本 叫Android 4T 注意到有個T 先把T記下來 這個T是什麼鬼 它叫SAMP指令 這等一下會解釋 SAMP指令 所以 你看 它的Android 710T 這個東西叫什麼 叫做實作 就是說 你去看那個IC上面的編號 IC上面寫字 就寫710T 但是它的ISR版本 叫做V4 好 那接著 這個東西在1995之前 獲得一個很巨大的成功 然後在926 又是一個新的高潮 就是一個更 一個新的一個紀元 讓926一直到今天 還是有很多裝置在使用 尤其在台灣 台灣好像不能講太多 有可能有些公司會來高 對對對 還有忘了跟大家講 這種講座 就是手機上的 按的處理器的講座 講這個的話 我也是冒著生命危險來講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台灣就是這方面很討厭 就是說 你看 你會認識很多 在聯帕克工作的 台積電工作的朋友 其實他下班會做手機的事 他通常都是 下班呢 通常都是說 基本上都不會說 跟技術有關的事情 但是他們都到公司之後 我就不太講了 通常都講說出去哪裡玩 抱抱小孩開心 我說不小心又買了一棟房子 就類似這種 但是不太講技術 因為我不知道 就是說台灣這方面比較麻煩 所以我今天是抱著生命危險 來跟大家介紹 按的技術 所以有可能會有些 主客公司會不開心 總之呢 台灣的主客 有很多公司 一直到現在還在用 按926 按926是什麼東西 什麼時代的東西 2000年一年 不要懷疑 所以這個18 一直到今天還在用 它是很經典的設計 它是按V5 那926有個很重要的突破 它有cache 然後它有cache 而且它整個架構有大量改變 我們知道 在電腦架構主要有兩個主流的修改 有個分類 一個叫Vonumer architecture V4 V4來講的話 就是像這個710 它是Vonumer architecture 但是到926的話 就是修改過的哈佛架構 哈佛架構就是 這件事很重要 那一般來說的話 Aunt926的效能 是它 這個710的基本上可以達到3倍 注意到 它是一個鈣枯裂值 總之Aunt926是 Aunt賣向高 高速運算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紀元 而且它應用很廣 所以我們今天看到說 像是一些監視器 行車紀錄器 然後像是甚至連工廠 工廠一些什麼 機器人控制的手臂裡面 還都有可能用到Aunt926 好 裡面有個東西叫Jazzita Jazzita 因為這東西不流行 那 因為Auntv5獲得一個巨大成功 Aunt在2004年的時候 推出一個叫Auntv6 一樣也是ISAR版本 Auntv6很重要 Auntv6在現代來講的話 它奠定很多基礎建設 就是 比方說我們來看一下哪些基礎建設 它有新的指令 叫Sum2 我剛才講過請大家記的東西叫Sum Sum2是什麼呢 Sum2它是16位元的編碼 你看到Aunt 推出的那一天 設計什麼 它有16位元的編碼 處理16位元的資料 好 這就是很特別 為什麼要做這個設計呢 這就是一個梗 這個梗 之前Aunt的指定長都會講 那我就把它轉述一下 說為什麼Aunt當時會設計一個上本 是這樣 就是Nokia 對 Nokia這家公司以前是做什麼呢 Nokia這家公司以前是做塑膠的 做木材的 最早是做木材 然後來去做塑膠 那做塑膠是 線頭 那個電話線 那邊需要塑膠線 所以它是做這個塑膠的 那後來呢 這家公司切入到手機 那如果說你複習一下第四台 就是你晚上打開電視 那你會看到什麼賭勝啊 賭俠啊 那種系列 然後你認著看 背後呢 結束的時候呢 這個影片結束的時候 都特別感謝什麼 Aerison 感謝 那個Motora 或者感謝 Arctel 就是不會出現感謝Nokia 為什麼 因為90年代 大胡大直的年代 Nokia 只是個小咖 總之 Nokia這家小咖 怎麼 它的盡量對手 是很驚人的 再講一次 哪些 Arctel Aerison Motora 這些都是巨人 一直到今天都還是巨人 那所以這些公司是巨人 那Nokia這家小公司 搞塑膠的 搞木材的公司 怎麼PK 所以那時候Nokia要做一個很重要的策略 雞海政策 所以雞海策略 雞海策略不是只有宏達電會 其實Nokia也會 很鮮豔 重點是便宜 好問題來 要怎麼讓手機便宜 所以其實你需要怎樣 你需要去想 手機哪些地方很貴 處理器貴 記憶體也貴 所以那時候 那時候 Nokia就要跟 就委託 說有沒有幫忙想一下 有沒有辦法讓什麼 讓那個手機呢 它有三四位的效果 但是它的儲存空間 只需要十六位的 就是指令的編碼 密度可以提高 這叫Sump 好 那這東西獲得巨大的成功 所以你看到很多處理器後面有加T 表示什麼 表示Sump 可以選擇 在十六位的模式運作 也可以在三十六位的模式運作 所以它是一個切換 可是問題來了 Sump雖然很成功 但是它其實切換是一個很大的成本 像Pipeline Pipeline的話就是說你從 On的模式切換到Sump模式 事實上整個Pipeline要打掉重來 然後更麻煩的地方是什麼 Function Call 我今天從那個 有些地方是Sump的Function 有些是On的Function 那基本上你不只Pipeline要打掉重來 甚至連那些 那些資料重新規劃過 這是很大的代價 所以切換成本實在太大了 所以後來在On V6提出一個Sump 2 Sump 2一直到今天都還適用 所以就這樣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里程碑 然後在2004年 On V6 它對應的實作有很多 比方說On 136 1176 就是對應實作 然後除了Sump 2以外 還有SynD SynD可能就不太陌生 SynD就是像Intel有一個SSE 所以它是一個多媒體的 可以加速多媒體運算的Zeta 所以一道指令可以處理很多道資料 所以你看 這東西是違反Risk原則的 Risk現在是強的 RiskR是什麼 Reduce Instruction 所以它希望每一道指令 可以切得越簡單 越單純越好 所以它Pipeline的效果可以發揮出來 但是問題來 我今天就開Risk到是對 On就是搞這個公司 為什麼 就是因為有人需要 所以它就加了SynD進訊 所以你看 又是一個 又是一個什麼 銀河客戶需求 所以以前說 On絕對不是技術最優秀的公司 比它優秀公司太多 什麼Intel這種公司 太優秀了 MD弄太優秀了 可是問題是 On是逝者生存 所以以前On的投影片 我覺得很早期的投影片 大概十幾年前 我去參加研討會看到 它就把達爾文的畫像把提出來 就是說 On就像達爾文講的說 逝者生存 好 所以SynD 其實它違反了Risk SynD原則 但是它在某些程度 其實這樣 其實可以發揮 比方說你在多媒體 或者在網路 所以在2004年 Trust Room 第一次出現 這東西影響非常大 就是說 尤其在Beature Phone 就是說 像這個什麼 E76 E76這種 基本上在很多地方 都還有在用 就是一些 Beature Phone 功能手機 功能手機需要一個 很重要的功能 叫支付 就是Payment 然後它Payment 會透過電信商 或是透過電信商 的一個傳輸訊息方式 那你有興趣可以去查一下關鍵字 這個我不能講太多細節 因為跟我的工作有點關係 所以我不能講太多 那你可以去查一下 川普中在 你就找Feature Phone 那你可以查到蠻多那種 一些Technical報告 跟你說 我今天怎麼讓一個 手機的系統 可以完成安全的支付 那這就需要 川普中的一些基礎建設 所以包含說 像林發科 也有一些工程師 對這方面 著目蠻多的 好 那 2004年的ON V6 其實它著重一個 運算裝置 而且它的運算需求提升了 好 從ON V6以後的ON V7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轉捩點 它就是 它變得很前面 從那種 剛剛講的 從很小的裝置到很大的 運算程度 非常困難的裝置都出現 然後其中ON V6以前 包含ON V6 ON V3 ON V4 ON V5 ON V6 我稱呼叫ON Classic 我們來看一下ON Classic 反正這個東西叫做 分類叫什麼 叫做ON Classic 我們來 打 Classic 就典型的ON 或者叫Classic ON 反正都一樣 ON Classic 那基本上就是講這個過去的 過去很成功的處理器 所以注意到 這個舊不是不好 這個舊的東西不是不好 那這些舊的東西都一直在用 我剛才講過台灣一代的公司都還在用 真的不能講 這些公司很神奇 會來告我的 從ON V4 所以你要注意到 2006年 2006年 那時候提出很多設計 比方說2006年有個A5 A5是整個ON V7系列 運算來講的話 它是最便宜的 設計來講是 相對是單純的一個設計 但是它有很多很複雜的特徵 比方說 它可以去加速Java的執行 然後再來是 它可以去加速JavaScript執行 這超HIT 事實上像以前 JavaScript Engine 也有用到Stump 1 除了這以外 服務點數運算變成它是內建的 就是說它是一個內建 當然你可以選擇不開這個功能 因為過去的服務點數 或是數學運算 其實網友都是由ON的客戶去做的 比方說Mavail 或是Intel 注意到Intel是ON的客戶 在幾年前 ON的營收公佈的時候很有趣 它第一名的客戶是誰 就是Intel Intel是競爭對手 事實上不來 ON跟Intel它在某個角度來講 是互利共生的 所以這個生態真的很奇怪 是ON的客戶 比方說QuaCom 跟Intel可能也有一些競爭關係 但是ON跟QuaCom ON跟Intel其中 它尤其它就是護理共生 在這個角度來講 所以從ONV7開始 這個服務點數 這個很重要 它是內建 而且有很大的 對於754-2008 就是這種 一個新的標準 好 在之後 ONV8 它就更複雜了 更複雜的 除了V7的東西 繼承以外 事實上 ONV8 出來之後 它會加強一些 密碼學 一些安全的機制 這個東西比較複雜 我們之後再探討 然後從ONV8 出來之後 它可以有30位模式 也可以有64位 你可以32再加64 也可以存在64 所以我們今天講64位元的ON 其實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我們再講吧 64位元是在最右邊的 但事實上ONV8 也有35位版本 看你的需求 比方說ON有個東西叫A35 Cortex A35 A35就叫30位元 然後從ONV7開始 它對應的始作全部改名字叫Cortex 不要把Cortex打錯字 就是 你知道 你孩子用的東西叫什麼 叫做靠得住 靠得住 靠得住 也是叫做 Cortex 6年開始 應該是正確說法 是2004年開始 2004年開始 ONV8就宣布一件事 ONV8的始作 不再叫1176 926 一堆數字 全部都叫Cortex 所以 比方說Cortex A Cortex M Cortex R 就是這種取得名字 在2004年ONV8整個 Marketing的方式 做了很巨大的一個修改 然後再來是 剛剛就講講Synth D Synth D裡面 在ONV7有個 進階版的Synth D 稱之間 尼昂 你可以看說 從ONV7開始 整個Marketing的影像 ON的自長前項就很不一樣 過去都是 提供智慧產權 給這些IC製造商 然後給一對編號 然後取得很複雜名字 什麼什麼 後面加個T 後面加一個什麼鬼 加了很多很複雜的名字 但是現在 從ONV7開始以後 這個世界做了很大的改變 好 然後再來 我們來快速複習一下 剛剛講的東西 所以這個 這邊有懶人包 不是懶人包 解說 像講的 像Jazzila這種東西 就是 ISA ISA本身我們再繼續看下去 這個過程中 ON因為他有很多不同的客戶 像剛才講明講 Nokia ON可以為Nokia這樣的客戶 去把32位元都改到16位元 讓他併存 這種東西 這是一個很大很大的改變 所以事實上 ON也為了很多客戶去做調整 所以他的extension真的很奇妙 真的用奇妙來講 各樣的extension都有 所以第一次看的時候很痛苦 畫面中飆起來 畫圈圈的地方 標示紅色的地方 他就各式各樣extension 從浮點數的 SynD的 然後或是什麼 TrustZone 基本上都是各式各樣extension 然後這邊有一些東西很特別 我們要特別講一下 服務點數 服務點數 服務點數的運算 在ONV5開始 他是選擇性的 你可以去跟ON license 也可以自己做一套 總之他有一個溝通的機制 所以我們今天講 APE就是FMV6開始 有SynD的register 所以基本上你要知道一件事 它就是 本質上它就是code processor 那這個code processor 它會跟那個處理器 會有一些溝通 所以事實上 這個ON的code 怎麼跟這些code processor溝通呢 事實上會觸發一個什麼 undefined selection 所以就是說 因為你去想嘛 服務點數它可能 它是始作在另外一個code processor上面 所以我今天有個ON code 然後我今天有個ON code 然後我執行到服務點數的執行的時候 事實上ON會先 insection handler 然後再交由 再交由這個 這個code processor的處理 就是本質上的概念是這樣 我把很多細節把它剪刮了 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說 事實上整個code processor非常多 ON的code processor非常多 它不是只是做這個服點的 事實上像一些系統管理 也是一個code processor 好 那這個有點概念不行了 那如果我們具體來看的話 你會看到 哇靠 超多的 快速看一下 所以總之在ON V1 V2 沒什麼好提的 因為那還在ACON Compute裡面 那真的值得提是V4以後 因為它在全世界獲得一個很巨量的一個量 那事實上在ON V4 事實上在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上個世紀末期 97年 它就破亦了 就是那個出貨的量就破亦了 所以基本上ON的 從1997年以後 它就是亦來亦去 反正那個數字都很精的對不對 像前面講的500億這種數字 尤其ON V5 它整個設計做了很多調整之後 它可以加很多extension 伏點數 SyncD 所以你可以看ON V5相對比較複雜一點 好 然後 再來是 好 再來是我們要考慮到伏點數 所以事實上考慮到伏點數 其實你要考慮的一級就非常多了 所以事實上 你的考慮到伏點數 的話呢 它本質上是一個什麼 Core Percessor 前面講過了 Core Percessor 比方說我們來複齊一下i21754 i21754 偷看一下中文好了 在打開網頁的時候 我們來看一下網友的回答 有殺殺生嗎 應該沒有了吧 這個F9有沒有在做啊 F9 對啊 但是你可以繼續回報問題 我們的焦點還是新的Hypervisor 但是就是說F9有問題可以繼續提報 歡迎送ProRequest 不用Content Switch是不是講Tickless 不是 下次我講Virtualization Extension的時候再講 然後 對 感謝網友的補充 美蘇太空盡戰真的太重要 真的太重要 然後 還有幾塊東西 喔對 第一代的樹莓派 它是On E76 所以它是On V6 對 它可不可以用算數呢 基本上 那一款呢 是 很多東西是 很多東西是沒有開的 刷重其實可以用 但是 你要在 開機的時候去Config 但是很不信心地幫那一段扣子你Open所身 機車吧 好 然後 被告是真的 就是 我們剛剛講過那個陳大電機器的那個陳中和教授 他帶著學生花了三年時間做一個On的相動處理器 這很棒 但是說真的 結果不是很好 那這個很不開心我們就不要講了 你有興趣自己去查一下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是一個蠻可惜的事情 就是說 我們台灣人可以 你看 On做那麼久的東西 我們台灣人 一個大學教授帶著幾個研究生 就做出一個相動 而且 白Size更小 這個厲害啊對不對 所以這個 你看我們隨便大家做圖片做那麼厲害 對不對 那做處理器一定更厲害 可是 你看你不信的地方是什麼 因為我們沒有專利技術 所以做出來就是給人家 各式跟人家打 你可以想像的 這實在太難過 這也不是什麼機密 太難過實在講不下去 所以 所以我覺得說 我們一定要想辦法做一些有差異性的技術 這個太難過了 跳過來 好 改名字對業務有沒有影響 有有有有有 這個影響很大 因為以前的On Classic跟Cortex系列 它的賣錢的方法不同 因為On在2004年開始 對整個市場 就重新定義它的名字叫做Cortex系列 所以Cortex系列它的定價就很嚴格 以前On的量很有趣 就是看你賣多少量 我的售價可以談 那有些公司 尤其台灣公司 剛才講那些 我不能講會告我的公司 那台灣公司有些買那個一口價 一口價就說 反正我的量就是破硬 我出貨的時候就不要收權力盡 On說OK 你看早期就比較好談 就是那種一口價賣掉 但是在Cortex系列以後 整個On的授權很 不是貴 On的授權還是有便宜的 但是很硬 它不准你這樣子一口價去賣 這也是為什麼很多IC設計公司停下來 因為那個賣法不同 對 只要發援光的用Riskify 對沒錯這講得太好啦 對不對 Riskify加加 我們加加 後來我覺得是我們台灣的一個切入點 然後因為真的做On是很棒的東西 On是很棒的東西 所以我們值得學習 但是以做長遠來發展 我們需要更彈性的東西 好 對我剛才講I-22754 I-22754一直在改 注意到這東西八年年代出現 所以這件事其實很有趣 你看我們影響歷史發展的東西 像UNIS UNIS1969年就開始發展 然後1974年UNIS的論文 提出來 1973年的時候大學不快分校使用 然後1976年就有BSD 所以整個對什麼 對UNIS世界的推廣做的很大的影響 可是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西元的標準什麼時候來自訂 1989年 然後呢 服務點數的標準什麼時候自訂 其實也很有趣 對 它也是在1989 所以其實有趣的地方是什麼 這些東西早就用的行之有年 但是怎樣 1985年1989年才真正怎樣 變成標準化 所以中間有很多時期是那種 如果呢你去讀一些論文 或者說像 你如果跟我一樣有機會做一些工業控制的東西 有時候會讀的做得很痛快 因為 反正人類有一個時期就標準超亂的 反正就沒有標準可言 然後 那I21754它最新的標準是2008年 Oh shit 所以你為什麼要讀英文啊 我終於知道為什麼 因為 英文的維基百科才有提到新的標準 那I21754它有個最新標準叫什麼 I217542008 講了三次了 所以 這個 當然我沒辦法現在跟你講 因為它細節很多 總之2008它對這個算數有做比較多要求 所以你今天要看一個浮點數的資源 其實要看它支援到什麼等級 最新的等級是2008 它做了很多調整 所以 有些 處理器其實是 沒辦法發揮出來的 那現在主流的這個Program model 基本上都有支援了 所以變成說軟體支援了 但是硬體又可能沒有 所以 軟體管理啊 會有一些 效率上的問題 要特別注意 然後 然後呢 再繼續看下去 那所以呢 我們剛才提到的是 這個 所以就是說 我們今天講到就是有VFP這種東西 VFP 所以它本質上它是一個Copositor的形式存在 那它處理資料方式也不太一樣 那以前呢 我們戰人器是 比方說R0123這種方式去存取的 但是對那個 浮點數的處理來講 它是一個Vector 所以注意到 Vector它向量 所以它 那它依據它不同寬度 也會有不同的名字 比方說S呢 基本上就是 S就是稱為叫Scalibank 那再來是你會有不同的寬度 你可能要寬的 比方說低的 就兩倍的 那還有Q的 四倍的 就是不同的寬度 然後它一次進來就是這麼多 所以它不是說 我去設定S0 S1 S2 不是這樣 但是一次進來 它一次處理就是S0 1234 然後這樣下來 那這邊有一些參考 然後BA 讓我看一下在哪裡 在這裡 Bank 這個東西要在這邊看 所以在 Bank這個字也可以當動詞用 就是加ED 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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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表示說 我可能屏蔽 比方說 我期望不同的模式的時候 有一組的戰略區都會被屏蔽 尤其在 你如果看跟作業系統有關的部分 像那個 像這個 IRQmore 或FIQmore 那基本上就會有Bank Register 剛才講的東西就在這裡 好 這個Cindy比較有趣 所以我們等一下再講 不會 我講到 下個系列再講 好 那接下來我們終於前進到64位元了 那64位元的架構 事實上 不是只有64 所以更確說 是叫Unviate Unviate 它的手冊 有五千多頁 對 標类五千多頁 這是很 很基本的 然後 Unviate 基本上有分兩個 一個叫跟過去相同的 Aarch 32 注意到 這個 不能念Arch 這是Arch 所以說起來要念Arch 所以Arch 32 也不是念32 也要念32 好 Anyway 它是Arch 32 另外一個是Arch 64 基本上它就會分 正確不同的指令 所以 因為前面有講過 Unviate 有一個東西叫Sumber 所以為什麼叫你記下來 就是要分A32 就是Unviate 還有T32 它是Sumber 16 然後再來是 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東西 另外一個叫A64 好 然後呢 注意到呢 即便是A64的話呢 它的編碼 指令編碼是三首元 注意到 這是一個取捨 那 關於這個取捨 在這個白算盤書的最新版 就是 那個第三版 其實有提到這個 提到這個 這個考量 這個考量有很多 很多議題 這是 這是設計上的考量 好 有興趣回去查一下 自己要懷疑 當然 我寫錯 拜託一定要告訴我 做這個東西真的好累 好 總之就是說 我們來看一下A64 A64 A64實在太好玩了 所以你看 前面的戰術器很簡單 是32萬元的寬度 然後16個 16個GPR 可是在A64的話 你有可能怎樣 有可能是這樣子 跟左邊相容的 然後後面再補 X30 X31 然後也可以有64萬元寬度 所以它分開一個Mapping 所以 我今天把A0拉成 從32萬元把它拉到 64萬元 OK 所以它這個命名就會有一個相容性的問題 所以你要很清楚搞清楚什麼 你的模式 好 注意到 32位的表示叫X 那寬的話叫W 所以基本上 那個戰術器 然後再次 如果考慮到什麼 VFP的話 更麻煩的話 就會有V系列 V系列 它就有不同寬度 所以它有 64128 那就是重 就是128bit 所以 如果Rode跟Store 好 注意到Risk來講 Rode跟Store 所以我RodeStore就是 128 或是64 當個單位 而不是 上面固定的單位 好 可以不要注意這件事 等一下再講這件事 好 那 Jazzila那個東西呢 你可以忘記它了 就是 過去的回憶 Stumble Jazzila 對對對 忘了講 所以 如果我們考慮到Jazzila的話 它整個 拍不到你分幾個階段 就是 Instrate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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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基本上從 取得指令 解碼 可以執行 基本上 主要是 不是主要 我講錯話 就是說 概念性分三個部分 但是 因為On的指令很討厭 對不對 有32位的 也有16位的 還有Jazzila 就是Jazzila 所以 我們在Decore的時候 是有一個Multipressor 注意到這邊來講 Decore有一個Multipressor 這有沒有白酸盤輸入的第三版 他有講 這個代價是有的 所以 在 後來 注意看 AARC64 就希望做什麼事 AARC64 做一個很重要的通貨 因為這個東西是有代價的 所以如果一味的向下向往 會導致什麼 導致電晶體 那個什麼 設計上那個 不是電晶體 就是說 整個在IC 就是說 LogicGate 過度膨脹 而且它的部分 其實它會帶來 額外的代價 所以事實上 在 AARC64的時候 直接怎樣 大高透過的 比方說T64 就直接把這些項目去突破下來 在那個白酸盤輸入 也有跟你講解 好 那繼續看下去 好 我可以忘記Java 不過 Java Java可以忘記了 但是還是有個東西可以講一下 就是那個Stomp11 剛剛講過那個Stomp11 Stomp11 它的存在就是 希望可以加速Java的指令 這東西以前很紅 那 現在因為你懂 原來是Java的 Java在移動裝置的救世組 所以那個生態不太一樣 好 那接著我們來看那個Security 那Security 比較複雜 所以我們之後會 有一個專門的議題 來探討Security 那 就是說 這個什麼 就是在 我 我希望 我 先講我自己的希望 我 我 我希望是在什麼時候可以講的 就是我們那個新的那個 Hyperweiser 發表的時候 我們可以來跟 Hyperweiser有個雛形 我的PicoRT 丟出來的時候 順便來跟大家探討一下 好 那 這個地方 如果你是大學生 強烈建議 趕快去看 因為 因為 因為現在還沒改那麼多 但是以後會改狂 狂多的 那你要看的時候可以搭配一些關鍵指標 Linaro 去看 Linaro整理很多文件 那你直接看 案的文件很難看得懂 這是正常的 因為沒有做過作業系統 但是Linaro 花了很多時間 做TEE之類的 那 這些生活非常重要 這件事非常重要 你跟第一手的資訊 因為你遇到看不懂 沒關係 不丟臉 就是你要跟那種第一手的人合作 就是 至少跟第一手的學習 因為有時候 閱讀上回去誤解 然後這個東西也是很重要 就是說在這個過程中 有很多家屬 那大家之前還有印象深刻嗎 就是 這什麼時候的事情 上個月的事情 就是那個 上個月就是說那個 夏晚 夏晚那個 Collision 好 那 我們先不講Collision 所以事實上呢 這個加密 是一個什麼 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 一個機制 所以以前過去呢 可能是像 一發半導體啊 或是電發科 或是NSP 他們自己做自己的加速器 但現在 案把這東西變成什麼 變成指令級 所以變成指令級的extension 這件事很重要 所以事實上它的東西是什麼 就跟Intel 那個Ace Ni這個相似 但是 很有趣的地方是 案的實作有 因為 比較晚設計就相對來講 彈性比較高 這個東西 值得非常工資去找 這個很重要 然後所以有這個東西 其實我希望大家去想一件事 就說 這東西有什麼稿頭呢 這稿頭非常大 Blockchain 對 對 忘了跟大家講一下 我今天也在搞Blockchain 其實我本質上不是在搞Blockchain 是 Anyway 就是 所以Blockchain 其實 你要特別去找的是什麼 UN V8 這個Blockchain 它的運算很大 但是有趣的地方是什麼 你可以去網路上找一找 數學模型 但是它在Architecture的部分 有很大的調整空間 你會發現 有某些Case 如果你善用UN的指令 可以讓Blockchain變快一點 所以我之前只是做一個小的實驗 發現很有趣 就是有些 當然有數學模型要選對 我現在沒有要跟你分享 剛好最近在做一些實驗 我發現這很有趣 所以Blockchain就做下去了 我不是在做Fintech 但是 Anyway 如果你對Blockchain有興趣 可以來討論一下 跟資產有關的部分 因為UN的生態 注意到 我們看UN一定要認真看它的生態 所以 所以 我們必須要從 比較前面的地方去看 不能把它當作一個技術來看 可以講的 這個不能當作技術 你要把UN當作一個生態系統去看待 那 以IC設計來講的話 大概可以翻成這樣 就是 注意到這張圖其實是不對的 因為 你目前的這個產業分空不是那麼簡單 這張圖是不對的 只是因為講解上的方便 我挑出幾個 事實上 這個整個產業是蠻複雜的 好 拉回來 所以我們可以看幾個方式 就是說 有幾個模式就是說 好 我就是從頭到尾整個設計完 現在Intel 最左邊的例子就是Intel 包上包上什麼鬼都 都只幹 但是 大家知道一些 Intel不是指定 不是CPU設計的強 Intel的製造很強 所以Intel就靠製程 那 但是一般來說的話 就是 一般來說 尤其台灣廠商的採法 採用做法的右邊 比方說 聯發客 聯發客是Cadence的大客戶 這不是機密 然後 所以Cadence Cadence協助聯發客 還有 以及很多 iC公司去讓很短的時間 可以做到 令人驚艷的產品 所以 我們稱為 Time to Market 這 Time to Market 來講 就是它的Synthesize 是很重要的一題 所以你看這樣 所以 對聯發客來講 他 比方說他設定目標叫什麼 叫做八核 或者十核 這種東西 總之 他會基本上把IP打進來 然後他會著重在Synthesize 不是把好幾個環節做完 他沒辦法看那麼多環節 他只在 在摸幾個IP 然後 另外一種 就像Quadcom NVIDIA 就屬於中間這種 他花很多心思 去設計一些很奇妙的東西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形容 就是 太狂了 比方說 他們對SMP 就是搞一些很奇妙的東西 比方說你可以找什麼 ESMP 可以搞出一堆很奇怪的 所以像Quadcom跟NVIDIA 基本上這些公司都有錢 都任性 所以他可以去把對時座做得很大調整 所以 ON的license有兩種 一個叫做 architecture license 一個叫implantation license implantation license implantation license 就像聯帕克 他就跟Middleston相容的 比方說 你ON是長什麼樣 VIP長什麼樣 他跟ON的行為是一致的 但是 像有些公司 像NVIDIA 或Quadcom 因為他有錢 就任性 任性 他們叫做architecture license 就是說他可以對架構做打改 當然Apple也是這種公司 你看 同樣是on call 對不對 為什麼聯帕克的八核 十核 跑起來好像沒有 好像 注意到特別聲明好像 或是網友說的 網友說 聯帕克十核跑起來 要沒有Apple兩核快 怎麼會這樣 這就值得去上去 但是你可以知道 Apple也是一樣 友情就任性 所以就這種地方調整 所以很難說哪個東西就比較好 因為付出的代價不同 像左邊intel 什麼毀都自乾 這是很可怕的 全世界沒有幾家公司可以這樣玩 右邊來講 它是一個比較合理的方式 當然相對來講 它的效能 或者說一些延展就比較受限 好 那麼 好 對 後面的同一篇 其實 我很想講 但是我不能講 因為一講被告 看有沒有網友 網友可以救我一下 對 那 對 所以如果 對 其實我很想講這個 講這些東西 但是就是 真的每次講這些東西都要冒著被告的風險 好 那我們以設計處理器來講的話 有幾個點在意的 比方說像這個 cycle time 還有這個 這個 帶的這個面積 還有這個 就是 我會分 那個power跟那個 static power 所以基本上簡單說 中文叫什麼 叫漏電 就是說我們可以看 它的leakage 就是說你基本上 你即便是在idle的時候 它也會有開銷 所以我們要去看 所以就說不同的這個結構 或者在製程上 像你知道那個什麼3D film 反正就很多製程 所以像台積電 他們花很多心思在設計中 不同的那種製程 那不同製程 導致的這個良率有 這個是youtube power 這個leakage是非常非常關鍵 所以你看同樣是說什麼 之前的新聞 我現在講的東西是公開的 其實我剛剛講到現在都是公開的 只是有時候不想去夢到 網友一些夢 我把它重講而已 那所以就像那個什麼 像14奈米跟那個 16奈米製程 所以你看很有趣的地方是 不是新的製程 數字比較小就比較厲害 不是 其實這兩個東西 單邊的power跟state power 對這個影響其實很大的 繼續前進 所以給你看一下 比方說Codex A8 那Codex A8 它現在是一個非常便宜的東西 基本上還有很多廠商在賣 比方說德州儀器 就是TI 以前張忠謀的老東家 德州儀器 德州儀器 基本上它不賣儀器 它現在已經不賣儀器了 但是它做很多工業控制的產品 其中它的工業控制的SOC 賣得很廣 那裡面很多都是 你可以剛剛說以這個處理器來講話 它的面積大概在哪 就是 事實上整個處理器其實不大 只有一小塊 但是你可能會看到說它可能有什麼GPU賺快 而且注意到右邊有沒有 右邊有沒有 有什麼REN跟Legisfire 基本上右邊這個是很大的成本 所以Intel在製程上有一些很先進的地方 尤其在這個 像右邊這個 Intel在那個機體技術有很大的一個突破 所以這個是其實是可以做得很任性 好 這個有機會再跟大家探討 然後 製程不要講太多 好 接下來部分有幫它畫重點 不是畫重點 寫摘要 所以可以講快一點 VFP Nian 接下來要看的地方是這樣 就是說 這本投影片我就會先跳過了 因為 這本投影片的其他部分我會再專門來 就是說像前面講過Nian Nian的話 從Ambi 7提出它稱為叫做 Advanced SynD 但是後來都全部統稱叫Nian Nian有分版本 基本上它的寬度是64位還有128位 注意到每一家廠商會有自己的一些調整 注意到尤其是Qwakam Qwakam跟NVIDIA 所以你有時候你要認真看 有時候會號稱什麼 叫什麼Nian Altimized 什麼鳥的反正就是說 或者一個什麼 支算處理這種 因為 Qwakam NVIDIA 這種公司它可能自己有些調整 所以你会发现有趣的一个现象 这个东西跟OpenSource有关 因为Qualcomm跟NVIDIA它技术上就领先 而且它可以怎样 它可以任性的 它有很多工程师 所以它可以把很多东西贡献出去 你就想像FMPEG 像很多OpenSource的Codec 就是用FMPEG 它是一个很高品质的开放原始码的一个专丸 那自己家的 你样最佳化的Codec 所以比方说新的Codec 比如VP9 这种东西 Google搞的那样VP9 像这种东西 这种东西可以经过你样去做最佳化 可是问题来 那个东西可能是Qualcomm贡献的 NVIDIA贡献的 那贡献废话当然是针对自己家 那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情 其他公司比方说联发科 它就把这种 NVIDIA最佳化 Qualcomm最佳化 这是有可能发生的 所以大家知道一件事 OpenSource为什么可以赚到钱 因为它创造一个barrier 就是它创造一个门槛 对不对 就是说你是Codec 没错 对不对 但是你的架构跟我不同 然后我的渗透力大 所以整个社群就朝我这个地方走 除非你可以贡献跟我一样多 否则这样可能就是要跟我走 所以这个就是这样 增加对手的成本 好 那再来什么呢 就是说 因为我们前面讲过 除以很多道资料 所以其实我的操作是针对向量 这个翻译不太对了 就是不应该写矩阵 应该写向量 所以我们向量来讲的话 就是我一次出的资料是比较多的 所以实际上它运作是这样 就是它会有一个 Instruction Pool 然后再来是它有一个Vector Unit 所以基本上 你们看到前面那些战斗器 V开头 V0 V3 这种东西 好 那在 On来讲的话 就会看到一个V开头的 V开头指令基本上 基本上就是那个 所以我一次载入资料是一次载入什么 64 128 或是256更大的位 就是这种这种操作 然后接着我做操作比方说做周下法 就一口气这些怎么样 一口气加 所以你看我RAW的跟Store成本是很大的 以前RAW的Store是比方说是16bit或32bit 或64bit 相对这样代价比较小 可是呢 我今天那个Niyang StreamD 这种东西就这样 它是RAW的一大堆 处理完再一口就是大很多的 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是什么 除非你的运算够多 否则用City有可能会快 用Niyang很可能会快 好 那这边是一个示范 就是 这个编排乱掉了 这个 如果你有空的话可以帮我改一下 好 Anyway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在示范说 我从RGBA 就是 三元色再加上透明度 透明度是A 那我把 把RGBA的东西转换成灰阶 灰阶是说我用一个byte去表示颜色 颜色那个深浅度 因为人的眼睛对蓝色比较不敏感 你知道有一句中国成语叫什么 蓝天天蓝吗 蓝天天蓝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人呢 就觉得海天一线 天空跟海是一线 为什么呢 这道理很简单 因为人分不出海 蓝色的敏感度很低 飞起来最怕的是人就是最海 因为人分不出蓝天跟海 但是蓝人对绿色就很敏感 所以我要转换的时候 绿就要成比较多倍 蓝就成比较低倍 因为分不出来 好 那我们就把它转灰阶 好玩的 那边有什么呢 转灰阶的过程中呢 直接看重点 所以转完灰阶 应该会长成这种图 这种灰阶的图 那么 我们来看一个 如果你用SIN-D的话 原本的版本在Pi Pi2上面跑的话呢 它原本的版本是一张图 在Pi2上 从RGB一转成灰阶的时候 需要什么 需要0.3秒 0.3秒 其实0.35秒 其实不能接受 好吗 因为以电子书来讲的话 电子书也是需要灰阶的 但是电子书翻页 它的那个Flash的时间是1秒以内 所以你的 它Flash的时间是1秒以内 所以如果你0.35再加进去的话 能不能0.2秒以内 才能够接受 就是说更新的话 所以以那个电子书刷新来讲 0.2秒 所以你事实上 你必须要把它压到0.2秒以内 好 那你可以做很多最佳话 但是你看 前面几个最佳话 上面有讲 就是自己看一下 所以我可以有些技巧 普通命的技巧 让它降低 但是悲剧是什么 那还是比0.2大 所以事实上 你需要对硬体有足够认知 所以为什么要学 学新的知识 对不对 所以用了0.5 用了0.5之后呢 变成0.01秒 我记得0.0很大的增长 所以你善用你一样的话 可以用到原本的不到百之五的时间 去完成 彩色转回接 所以为什么要学按照的架构 对不对 成为电脑主任 好 那接着呢 就是我们前面有讲过 architecture license 跟这个的吗 architecture license 跟这个implementation license 那所以以像Sansung 那个 德州仪器 这种公司来讲话 它基本上就是所谓的 implementation license 就是跨抗个公司 任性 任性可以动改细改 那这个领域实在很讨厌 你看这张图又是错了 因为Freescale早就被 被NSP买了 所以其实要改NSP 所以网友有空帮我改一下 好 所以你就知道 我们做这个教材有多艰辛的 实在是很难做 好 那刚才Nokia的梗在这里 这是有故事的 这不是 烂点 所以你要想 Nokia 你会觉得好像是时代巨人 其实也有不堪一几 他曾经有不堪一几的事 然后呢 所以接下来 就是说 接下来我们希望的后续系列 可以探讨的地方 就是Big Little 那我们快速来看一下 这份同一篇 因为 个人背景的关系 所以这个Big Little 有些东西我不能讲 觉得不能再公开 但是我会给你一个暗示 可以知道 暗示你什么 暗示你说哪些东西可以去看一下 哪些地方可以去想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Big Little Big Little 其实要解决一个长久以来的问题 一粒修有点像 对不对 所以基本上它就是 就是处理器版本的一粒一修 我们来复习一下 什么叫一粒一修 至迷一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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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乱打看看会不会对 如果太强大了 好,這個就說 一立修基本上我們要知道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基本上在過去,在修法以前 基本上勞工基本上還有那種 很多權益是被勞基法定義的 但是這個休息時間 他的休息是沒有很明確的定義 所以比方說過去,比方說休息 我們只是講適當休息時間 那尷尬,什麼叫適當? 這很難定義,對不對? 就跟很多學生說 老闆有力氣跟我講話 你經理應該是做到什麼? 連講話的力氣都沒有 不要這樣欺負學生,這樣不好 怕學生不敢來找我來做研究 不是,我不是這種老師 所以就是說,過去對休假是沒有明確定義 只有定義說適當休息 所以你看,一立修之後規定什麼? 連續休息11小時 然後比方說一立,立在立什麼鬼 每七天要有一個立假 就是家裡休息日 所以注意到,big little就像一立修 他事實上還有很多條件 你知道big little 他有個big little 你大概猜得出來 big就是比較強的 little就比較弱的 big跟little其實切換的時候會有休假 所以注意到,big little就是一立修 除以七百分的一立修 好,所以我們來認真來看一下 好,這就是懶人包 好,那接著我們來看一下就是說 這個過程中很困難 有沒有看到? not discuss對不對? 因為一旦discuss很艱辛對不對? 就是冒著生命危險跟大家分享 好,那當然我希望可以繼續講下去 因為說真的 不要說中文的啦 就算連英文的資料都不多 所以我還是希望可以跟大家分享 所以說哪一天你發現這個直播沒有在繼續的時候 有可能我被告了 好,那 好,anyway,拉回來 所以其實我們講big little這個技術 其實很有趣的地方是什麼? 它跟scheduling有很大關係 而且它跟hypervisor的一些設計有很大關係 所以非常多的背景知識 不只是多核心 不只是像剛剛前面講的 什麼static power 你要對出一些設計的概念 然後你要對設計的hypervisor 以及知道說切換之間的成本代價 要有概念 甚至像big little的話 還跟machine learning有關 對,不要懷疑 很潮對不對? 所以我最近在提一個計畫 提一個計畫就是跟machine learning有關 這樣就可以弄點 你幹嘛弄點錢 寫這個東西其實很痛苦對不對 就是blockchain也去做 然後那些machine learning有關 不過這兩個是一起的 好,anyway,拉回來就是說 所以你可以發現說 其實像big little它是需要非常多背景知識的 所以很難理解它 這也是為什麼我說我講出來會被告的 就是因為你如果是真正完成一個完整的系統 其實它考驗一舉這麼多 所以它是一個拉開廠商技術差距很重要的一個切入點 也就是說如果你big little做得夠好的話 其實你可以拉開跟今天 你看拉開跟今天都是三年的 那才是多少錢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思考點 好,尤其是在校學生 我相當建議大家在校學生 一定要去看big little 因為裡面太多切入點了 你可以對剛才講的東西不是那麼熟 你有概念就行 像剛才講 這上面跟machine learning有關 所以其實你很可能可以把演算法在上面建構一個 可以發揮到效益的演算法 這個是一個過的事情 人文總是覺得人文智慧 machine learning 到高大上 但是現在big little它變成一個must to have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東西在幹嘛 好,還有一點時間 好,快點講一下 big little在解決電源的問題 特別它目標是希望省電 好,我們去想一件事 比方說像這邊有一支手機 這邊要特別講義 我們來感謝魅族 魅族送了一支手機 那裡面用的是聯發科晶片 所以用起來就很開心 所以感謝魅族 好,像以這支魅族手機來講的話 它是有十盒 所以讓人覺得用起來好像很強大 但是你要怎麼感受它的強大 其實很困難 所以往往要感受它的強大 要怎麼感受 比方說上上網 然後你會發現一個有趣的事情 很多時候你在做一些運算 基本上比如說什麼 搜Email、聽音樂 基本上它都不太需要什麼運算 不然打電話 你說Modern在運算 不是Offication Procession 就是Android系統這種東西 不是在處理 反過來說有些東西就很耗資源 比方說Facebook 很多人說 如果只是上上Facebook有什麼難的 很難的 Facebook很急車 我相信有寫過Facebook爬蟲的朋友都知道 每天網頁都長不一樣 不是每天 十字刻的網頁都長不同 所以你要做Facebook爬蟲 真是靠北難的 而且Facebook 像以前我們在做產品的時候 我們就會這樣 比方說我打開Facebook這樣開起來 開起來之後 我們就會一直轉 一直轉 像這樣畫面上可以一直動 一直在波動到某個時鐘的時候 你發現 就變慢了 而且手機可能會熱 所以這就很討厭對不對 我們稱呼叫Power Hungry 就是這個東西很討厭 使用者他就是想上網 他就沒事幹 他沒事幹才上網 他有事幹就做他喜歡的事 所以這種東西很尷尬 使用者他說 我只是複雜很多 像Facebook爬蟲 一開始他的記憶體 他的CPU使用 其實都小小的 突然就增加很多 所以事實上 Big Little的想法是說 好 我就把處理器切成兩個大部分 一個是運算能力比較弱的部分 一個是比較強的部分 比較強的部分我稱呼叫Big Call 注意到後面有加S 表示什麼 複數型 另外一組是比較弱的 我叫Little Call Big Little是寫法 Big是他小寫 Little是大寫 該大不大 該小不小 注意到這張圖 這張圖已經過時了 但是我沒辦法提供更新的東西給你 因為我找不到 這張圖在講什麼呢 這張圖在講說 我不同的情境 比方說我用Voice Call 或是我去看那個什麼 看那個1080P的 或是我去上網的 那我的那個怎麼變化 那你會發現說 你傳統覺得說 那個什麼 那個講電話的 好像很耗電 跟講電話 基本上都有獨立的BSP 或者獨立的Modern去處理 其實相對來講 相對來講不會增長太多 反而最恐怖的東西 就叫Facebook 因為Facebook今天 明天 大後天 內容完全不一樣 如果一樣表示你沒朋友 太悲劇了 應該不是你 所以Facebook他每天的狀況 十勝十字刻的狀況都不投 所以他對Pow Hungry很難講 而且你根本不知道使用者會發生什麼事 像我常常在通勤 我最大樂趣偷看隔壁女孩子在幹嘛 不要啦 就是隔壁女孩子都玩到 真的玩到手機沒電 然後玩到手機沒電 賣個髒話就結束 他就可以手機一直滑 就滑到真的沒電 所以這個是正常的吧 那才是正常的 像我一直偷看別人就不正常 是變態 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 這樣正常能使用Facebook 其實對Pow Hungry是一個非常可怕的事情 所以事實上我們剛剛講的概念 聽起來很簡單 就是這張圖 對不對 就是說我需要大的運算的時候 我把比較強的CPU打空比較弱的運算 可是問題來 我怎麼知道什麼時候要開Little 什麼時候要開Big 所以為什麼他需要 Machine Learning 因為事實上你在做的事情已經在預測 已經在分析使用者 而且你要在非常快的時間會 如果你猜錯就可能一直錯下去 就像你在路上騎騎車 或者開車 你今天就是黃燈不走的話 你會發生什麼事 黃燈不走或者紅燈不闖一下 你會發現我幾乎後面的每個路口 都在前面搬馬線的時候 之前就只有紅燈 你就會遇到這種事 反過來說 如果你前面冒一個風險 去闖一下紅燈 注意到我不是鼓勵你 但是就是說會發生這種事 以交通觀點來講 會發生這種事 因為他每個間隔之間會有一些 就像IC的那個 就像Propogation Delay一樣 它其實會有一個 會有一個很有趣的那種Propogation的效應 所以以交通觀點會遇到重事 以台程來講也會遇到重事 所以事實上這整個東西 其實真的是很複雜的議題 所以我希望下次我可以 Renaro在Big Little 有一個很大的突破 你可以找一下叫ES 今天講的東西都是公開的 我希望以後可以講一些比較細緻的東西 好 Renaro這個ES很重要 因為Linus Kernel已經有了 已經整合進去了 但是整個ES是很大的計劃 它基礎另外已經整合進去了 有興趣的就是Embedded Linus Compass 在上個月Linus Foundation舉辦的研討會 它有一些演講 不過要注意到我剛才講過了 就講到什麼事 像一些埃及社公司 像連巴克、跨康、Media 這些公司 自己都有一套站在這個基礎上 或者說完全獨立這個基礎上的一個機制 這個東西很關鍵 它的業界落差有可能會拉到三年 注意到這三年是很驚人 所以這個是很大的挑戰 當然不是只有做這種高階的 事實上也有些低階的 一些像這些微處理器的部分 你有興趣的話可以看一下這份教材 它不是同影片 它是Document 就是跟你講說我要怎麼去針對Codex App 針對Microcontroller 怎麼去寫程式 以及說我怎麼去設計一個夠小的 具體而為的 那怎麼去查Data訊 對不對 查來的 還教你怎麼查Data訊 所以它是一個解錯 請你回報給我 好 那我們快速來看一下網友的討論 好 那我覺得差不多要結束了 將會被告 對 不要懷疑 我真的搞不懂這些人在幹嘛 對不對 就是 唉 真的真的 沒有啦 因為我覺得我們台灣這個環境真的奇怪 就是 唉 真的 不要再抱怨了 我們要積極向散 對不對 跟這些人抗爭最簡單的方法就是這樣 就是把這些資訊揭露出來 這個太好了 感謝這個朋友提出來 有X跟W了 就是基本上 對 他的那個 標示有問題 那我應該把他寫出來 對 被告是常態 唉 對啊 所以真的 好 對 這個東西感謝你修正我 所以我應該寫清楚 好 然後 剛好 剛好 剛好那個 剛好兩個小時 那 最後再用一點時間 講 講一下 那 所以接下來要補的東西就是 接下來要補的東西就是 指定幾個部分 不是要補的 就是要進行 所以 我們剛才是回顧這個on的架構 所以這頭影片的內容都非常多 所以快速看一下 那我們接下來要來探討就是on的指定 這個指定的話就像前面講過 stomber 然後我們希望來探討 因為我覺得 以學習來講其實蠻難的啦 就是說 你大學的時候學mips就已經很痛苦了 或者你去 修一些開放教材 其實 就已經頭昏遠刮了 on的話又更複雜 因為它不是純粹risk 它加入很多那種 risk sysc才有東西 像syncd 這種東西 所以搞得這麼複雜 而且它是市場導向的東西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希望到 在下個部分來探討on的指定 所以不然說A32 T32 然後不然說他的family 像前面講的 然後還有說 對還有像這個架構 所以比方說像Science10 Science10 然後阿路 它的pipeline 然後以及它的bass and bar 然後它的不同模式 像剛才講 bank bank 那個b-a-n-k-e-d 好像念bank register 就是說這種模式的切換 然後不然說什麼CPSR SPSR 處理誰這種東西 然後不同的處理器模式 pipeline 為什麼program count的跳法 跟mips不一樣 除了探討這以外的話 還要探討說我的系統怎麼啟動的 然後還有像這個barrier 不是barrier barrier shifter 像這種 這個unk也很有特色的一個設計 然後還有說 就是像是像那個什麼 unk怎麼對cosize做那個極致的最佳化 極致的調整 那所以我們會 這是unk跟mips很大差異 這個搞得很畸形 然後在什麼conditional execution 你只要實作 有可能就被告 除非你等到unk的專利過去 所以這個 但是 當然不是說講這些專利就會被告 不是 就是說你實作然後拿來賣 但是你來講課 或者說來教大家什麼其實是ok的 unk很歡迎做這件事的 好 然後還有unk的定子模式 unk的定子模式 簡單很多 好 那個intel架構有超過11種 我已經忘記現在有幾種了 反正我 我 我 國小的時候 國中 國中時候學的時候就11種 我不知道現在幾種了 然後 傻的都11種 以為自己看錯了沒有 好 那是unk簡單多了 基本上就是三種 那大家注意到 當然unkV8的時候 這邊有些調整 所以這個我們要 也會給大家提示 所以歡迎你做一件事就是先去看 因為我們在下個系列會花比較多時間 然後呢 注意到 好 底下有一份教材 好 這邊在 藏在很裡面的地方 它是一個 100多年的教材 好 這個教材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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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 試著去講unk的那個architecture 特別講指令 所以不然說那個指令的說明 在這個 在這個14年的教材裡面有提到 那所以請你做一件事就是先去看 因為 我們在下個系列會花比較多時間 用比較快的速度去帶過 那 我認為說寫組合語言還是很重要的 就是說 你不是憑空去寫 你是拿open source的東西來改 或者說去指出人家哪裡有問題 因為 因為你現在Google 你現在很多時候會說 去網上去stakeoverboard找 那你要看人家討論講的是不是合理 很多人不要說這個upboard 就是看到很多一堆家家就覺得對 很多時候就錯了 對不對 所以這個 我要去想 當然這個東西是需要很多know how 所以我希望說透過這個講座去協助大家這個 所以 這是最近會去做的 然後 big little的話我想一下我哪些東西可以講 我要研究一下 那 我也會希望說介紹一下big little 然後再來是像前面講的那個virtualign 就是我們在 我在這個學期上課就會用到的東西 所以是幫我的課程做預習 就是說 這個 從無到有去開發一個on的 多工的作業系統 多工的作業系統 然後它大概就400行可以做到一個多工 然後支援多執行區的一個作業系統 好 那我們今天先到這裡吧 好 謝謝大家